放眼望去這一大片綠油油的農田 是日本祈禦縣農業技術研究中心的試驗田地 水稻育種人員正在測試一種耐熱新品種 打開冰箱裡頭滿滿的稻米種子樣本 稻米育種專案經理手上這兩盤樣本 左手邊是舊的稻米品種 右手邊是新品種耐熱稻米 一般人用肉眼根本分辨不出來 日本去年夏季嚴重高溫 導致稻米品質惡化 進而造成供應短缺 這位73歲的老農民在家鄉種田幾十年 也感到擔憂 高溫衝擊稻米供應 超市貨價大缺貨 部分小型超市仍會供應庫存 提供當地民眾購買 但近期米價已經至少漲了20% 實在買不到米日本民眾被迫改吃其他主食 日本農林水產省前官員山下河仁認為 熱浪高溫和海外遊客暴增都不是日本米荒的根本原因 白米是日本人的主食 自給率幾乎是百分之百 但隨著人口減少以及消費習慣改變 日本的白米需求量其實是減少的 因此它歸咎於日本政府長期以來的減返政策 也就是對白米生產的調控 數據顯示 目前全日本只有約六成稻田被利用 每年白米產量不到高峰時期 1445萬噸的一半 山下河仁建議 徹底廢除減返政策 增加稻米產量 或引進高產品種 以確保糧食安全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